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发汗若下之后 须翻不得眠 若急者比仿佛颠倒声中傲弄 只指其糖组织 若小气者只指甘草其糖组织 若偶者只指生姜其糖组织 大家看看 条文里面提到的精神上的一些症状 几乎没有谈到精神症状以外的一些东西 有意外一定要加上东西 好像有小气加甘草 有凹脱加生姜 这些我们都好理解 但是人们在临床应用方面就不是那么呆棒 而是治疗各种各样的疾病 我们前面讲了他可以治疗是道研的这种 这个还是在有些条文里面还可以找到 但是有人用他去治疗一种咳嗽 气喘 这个我们有时候觉得就很难理解 所以我们今天就牵涉到这样一个命题 在网站上 我看到人们对于一种只指其糖的讨论的时候 游戏医生就提到这样的问题 有个医生说 中央时台 何万山老师讲解上汉论的时候 讲到了几十年前他的老师宋孝池的一个病例 只指其糖治疗哮喘 他的记忆犹新的事呢 他说他和他的老师以后呢 没有看到类似的一样 也很少看到其他人好像用只指其糖治疗哮喘的这个病例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个呢 何万山老师讲这个上汉论的视频的确非常好 我依然在这儿上来看 但是呢 有一个迷问一直得不到答案 这是另外一个网友的一段话 他说呢 宋孝池老师使用只指其糖治疗了有三年病死的孝肠病人的一样 他说这个病案的主症啊 应该是孝肠才对呀 他说都是热性的孝肠 热肉松阁的只指其糖症和那种邪热 永肺的麻性肾肠症应该怎么解笔呢 他说这个是热用松阁的只指其糖症 但是我们平时看到的热用松部的话 都是麻性肝死这种孝肠的 他直接怎么解笔呢 这个问题提出来的确有点棘手 宋老师呢 他使用只指其糖治疗一个孤敏性孝肠三年的病人 正如呢 宋老师他自己所讲的 只指其糖确实没有自全的记载 但是呢 只指其糖治疗什么呢 它是治疗预热流扰松阁的 预热流扰了松阁呢 如果热用新绳产生新防 那么预热老肺呢 就可以产生孝肠 这是他呢 对于呢 和万山老师的一个提问 所讲的这段话 这段话呢 我们听了以后觉得呢 好像呢 觉得也是对的 但是呢 总觉得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明确 这里就形成一种不乱 只指其糖它没有治疗孝肠的作用 但是只指其糖确实治愈了孝肠 等于我们把它简单的把它总结为这样一段话吧 它的确没有这个作用 但是它确实把它治好了 宋老师的解释怎么样呢 它是追究原因的原因的原因 只指其糖呢 治疗热用松阁 热用松阁嘛 可以造成心房 造成肺的热 肺的热嘛 就可以造成了孝肠 是这样 原因的原因的原因 这样一层一层讲 当然 这样解释一点不错 然而初学的那种听了以后呢 还是一头雾水 因为呢 美国思想家福克 他告诉我们 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啊 不是原因 这个呢 我是在朱雪芹 《书在里的革命》 对本书里面读到的这句话 朱雪芹的引用福克 他有一本书叫 《韩服的历史遗产》 说中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非常生动 他说街上有一个呢 松酒造势的一个司机 被一个警察抓住了 抓住了以后呢 旁边来了一个哲学家 哲学家呢 认为这个警察呢 抓的呢不对 他呢 就说你不应该把司机抓去 他说司机他吃酒呢 他是在酒店里吃的 你应该去抓那个酒店老板 最好是抓那个呢 做酒的厂商 一直呢 可以追追追追到1000年前 发明第一个发明酒的人 这些都应该抓起来才对 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笑话 所以提出一个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 不是原因 我们要直接的这一层 抓住一个原因呢 他凶酒就把他抓进去 这个是没事了嘛 他要抓酒店 抓酒厂 抓那个发明的人 这个就好像离体了嘛 所以胡克他认为呢 比分析和深挖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新的起点和方法 也就是说对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用新的办法去解释 才比较好 如果用方正向对应的思维 去解释这个不乱呢 这就是达到了呢 胡克所需要的一个新的起点和方法了 你看宋孝词老师呢 他使用自自其他 治愈了这个顾敏性哮喘 三年的病例 的确是事实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自自其堂呢 治好的是什么呢 是自自其堂症 并不是呢 自自其堂直接治好了顾敏性哮喘 顾敏性哮喘 不是自自其堂症的特异性症状 而是呢 自自其堂症的应用范围 他可以应用到所有的 好像跟他主症 没什么特别关系的 这个其他的病 所以讲我们讲 经方可以治万病 那些脉病里面 假如有这个经方的这个方症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经方 自自其堂症呢 他有特异性症状的 是有规定的 但是自自其堂症的应用范围呢 是没有规定的 根据现有的资料 自自其堂症可以治疗呢 黄胆 失道狭窄 失道炎 失眠 口腔炎 胃炎 肺炎 肝门痒 这些病 因此呢 治愈顾敏性哮喘呢 也是成立这种 不足为奇 这是他的治疗一个 虚悦 也就是说 这个哮喘病人身上 有这个自自其堂症的方症 所以我们治了这个 病人身上的自自其堂症 以后 这个病人产生了 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反应 出现了治愈 而不是直接针对哮喘的 应该是这样去理解这个问题 现在可能呢 大家对这个自自其堂症 我们讲到半天了 有人认为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病例啊 我们把这个病例呢 就讲一下 他是这样的 病人说自己呢 在三年前 参加一次游行 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在路上呢 喝了大量的水 又吃了大量的冷食 以后发作了 发作了以后呢 就一直做治疗 吃了很多很多治疗 哮喘的 咳嗽的 化痰的 宣废的 这些药都没用 所以这次呢 莫名而来 找宋孝慈 宋孝慈老师呢 他看了他身上的 所有的麦相 所有的东西 以后 他呢 就开了一个 治疗其他两个药 病人呢 去药房里 拿了药的时候 就要一点点不相信 重新回来 回来在宋孝慈老师 面前晃着 就连这两个药 就这两个药 宋老师呢 他说 你先吃了吧 吃了试试看 怎么样 后来吃了以后呢 他说就有效 过了一年 不知道半年 在医院里边呢 浩范山老师 又碰到这个病人 病人说自己 吃了这个药 就全好了 所以呢 他呢 就奇怪 治疗其他 不是治孝床的 怎么会治好呢 就去问宋老师 宋老师们就讲了 前面的一段话 所以这里呢 我们对这个病例 还要进一步的分析 就像这样一个 孝床为主术的病人 在处方用药方面 宋老师为什么 没有考虑使用 平息孝床的药方呢 他来治孝床 你总是要开一个 治疗孝床的这些方式 麻烦性能 还有小青龙 麻性钢石 他为什么不考虑这个 而马上就开开 支支其他呢 这个孝床病人呢 原来是不孝床的 是走了又热 又累又渴的时候 喝了大量的生水 吃了大量的零食 以后才发作的 可见 这个孝床病不是他的宿级 我们说他这个病人 不是就是天生一来 就是孝床的病人 这是第一 第二嘛 三年来 他已经治了 哮喘的药方 如数 这些方式里面都是 好像小青龙啊 好像麻性钢石啊 这些都吃过了 所以你再继续走这条路呢 就是不行 这是呢 宋老师考虑的第二可能 所以呢 他想呢 就是改变改变他的思路 看到这个病人身上 有一种胸隔 预热的 反热的 睡觉的时候 出现了睡眠不安的 这样的滋滋气汤症 所以呢 他开了滋滋气汤 我们把以上几点 整合起来 进行考虑呢 也许正是 宋老师呢 没有继续 使用平息笑床的药方 他就把治好了这个病 开始的时候 当然不是一定百分百有把握 只能够通过实践去检验 所以呢 这个宋老师呢 他在病人面前 回答病人说 这个会好吗 这个会好吗的时候 他说的话呢 你去试试吧 你去试试吧 鼓励患者呢 通过护药 一观后效 你说他百分百心理无数 也这个也不一定 我们这样去考虑 用自治起糖 治愈呢 哮喘病 当然是哮喘病 诊治当中的特例 而这种特例呢 也不是像 在网站上提问的人 认为是不可以重复的 并不是这样的 我呢 自己的确还没有用呢 这个自治起糖 去呢 治愈这个哮喘的这个机遇 然后呢 的确也有一些中医师 有这个经验 比如 温馨涛老师 在一本叫 忠敬之道 自贫 自义 这一文里边 就说自己呢 把自治起糖 广泛运用于消化 倒际病和心状病 哮喘等病 特别呢 是何万山 金方故事 发表一来啊 影响了一代的金方学习者 有的医生就学习 宋老师的这个经验 用自治起糖 治疗哮喘 竟然也取得 显著的效果 比如晚上有人报道呢 以自治起糖 治愈一个 二十年代 哮喘的病例 也说了一个 差不多又 类似的一个病例 总的意思来讲 这种东西呢 假如对着 这个病人身上 有自治起糖 你用自治起糖 是有效的 但是呢 并不是说 自治起糖 是针对哮喘 而治治治疗 它是针对 自治起糖症 而使用的 我们讲 假如方症相对 的常规的话嘛 当然应该 效忠病人 用麻性钢匙啊 舌钢蛮黄糖啊 小青龙啊 庭力大早 吸肺糖啊 这一类 甚至有人 好像用大财福 普希罗老师 用大财福 半下乎不汤 酥脂酱气糖 这一类 也都是有效的 用自治起糖 这是非常特殊的 所以医生呢 我们应该呢 在掌握 这个病的 最常规的 最特有的方症以外 还要有从 总体来考虑问题 所以这就是 伤寒论的 总论精神 总论精神呢 就超越了病 它在病的之上 考虑到全身的 最重要的反应 它有自治起糖症 那我们就把 自治起糖 拿来使用 而不是被它 主术 所迷惑 但是作为 一般 平时呢 我们入手的话嘛 当然是一个病 它分几个型 应该是我们 入手的开始 这个病是 那种东西已经 反复治疗 没效了嘛 我们当然是 另外一回事了 总之呢 方症对应 这是金方医生的 一种思维特征 也是金方医生的 基本功 那篇文章 叫 《知之其糖》 在治愈一个 二十年的校船 这个病案的 这个作者呢 他这个文章的 最基本 有这样的感叹 他对自己 治好了以后 感到自己 有点奇怪 他说此案之奇 只有方正理论 才能解释 假如一转腐经络 去解释的话呢 就无法说明 为什么偏要用 自治其糖 他得出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 非常的珍贵 黄黄老师 有一句话 的确讲得 非常的好 他说呢 大方民众医啊 常常是 口是生非 这个口是生非 并不是比译的 就是说呢 他是有两套的 一种应付病人的方法 一种是治病的 这个方正对应的方法 另外一个呢 面对病人提问 或者有些学生 不大这么熟悉的 一些学生的 一般的提问呢 他所讲的一些道理 你想 对于这个宋老师 他方正相对应 非常的熟悉 他为什么 在真实里边 这些话讲出来 非常困惑嘛 他说热容松隔嘛 会造成 肺的热 肺的热嘛 最后造成 这个哮喘 一般造成肺的热嘛 我们一般 马性刚死了嘛 所以他打圈 像这些话的时候呢 有时候 是为了安慰病人 有两套理论 所以黄华老师这句话呢 作为一个 临床医生的 一种对病人的 心理把握 或者呢 作为一种 安慰病人 我们是觉得呢 见怪不怪 所以像这样讲 有时候故意的 运用一种女年 云造一种 一种气氛 也有这种办法 过去有些医生 是一样 现在医院里边 写病例 把这个理论 拿来 讲来 讲来 一大套理论 说自己来 知道自己的 怎么样 生病方症 怎么确定 处方的 药物的大小 怎么样制定 这个复杂的方案 怎么样去预测 这个病人 病情的生前 甚至可以预测 病人的生死 这样一套话呢 病人来讲 有时候也是需要的 但是呢 作于自己的 临症的时候呢 其实呢 还是遵守着 方症辩症 随症自知 抓住疾病的 特异性症状 而不管 他说前面叙说的 有一些 主术 主术只作为一种 应用的症状来使用 看了黄黄老师的文章以后啊 我对于呢 宋孝辞老师在病史里边 这一套话就忽然开朗 好 今天呢 我们呢 就是用条文开始 讲到呢 这个条文里面 他讲到的这些 阻症 特异性症状 而跟其他的一些 好像我们讲 哮喘啊 这些呢 是没什么关系的 但是呢 宋孝辞老师的 这个用自治其他 治疗哮喘的病例呢 好像就冲出了 这个条文的这个 范例了 所以这里就牵涉到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就讲一个 自治其他 的特异性症状 和自治其他 的临床应用症状 我们通过这个病例 我们对这个分析的话 为什么他 他用自治其他 的时候这样讲 其实他 可能就是方针对应 他为什么这样 口是生非呢 就是用黄黄老师的话 来解释 一般呢 有的呢 就是为了安慰病人 有的时候呢 为了呢 能够呢 制造一种气氛 等等 我们有时候 面对着一个 病人的时候呢 跟他讲的 你女孩们治疗的这个呢 不一定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不是跟他 讨论这个病因病急 讨论问力 而是治好他的病 治好就是 我们也可以理解 好了 我们今天的呢 这个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再见